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有人提到他是否有仆人伺候时 杰西卡毫不犹豫地回应 我从来没有那样的生活 这句话展现了他对这些误解的不屑与自信 为什么这件事会冲上热搜呢? 这背后反映了人们对富二代的刻板印象 以及社会对于成功人士背后故事的高度好奇 杰西卡的澄清让人们重新思考富豪子女在面对世俗压力和误解时的态度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 更是一个在逆境中勇敢面对挑战的人 这个故事让人不禁思考 如果你也拥有富裕的家庭背景 是否会像杰西卡一样选择靠自己的实力赢得认可 而非依赖家世呢? 你认为像杰西卡这样的名人 应该如何面对外界对他们的误解和偏见? 陈妍希 这位曾经评级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走红的女星》 最近又成为了热搜焦点 根据网上的各大媒体报道 陈妍希与丈夫陈小之间的婚姻状况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传言称他们不仅已经分居 甚至陈妍希还被指不要孩子 这些爆料让网友们惊讶不已 毕竟这对夫妻曾经是公认的模范伴侣 根据Yahoo新闻的报道 这些关于陈妍希婚姻危机的消息 来源于多方未经证实的留言 有传闻说他与陈小之间的感情早已出现裂痕 并且两人正在考虑离婚 然而根据其他媒体的进一步调查 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仍然充满疑问 陈妍希本人并未公开回应这些留言 而粉丝们则希望这些不实的消息 能够早日得到澄清 这件事之所以能迅速成为热搜 原因之一在于明星婚姻的脆弱性 总是引发大众的好奇心 尤其是像陈妍希这样的公众人物 她的家庭生活不仅仅是她的私事 更成为了媒体和粉丝们密切关注的焦点 从外界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婚姻曾经是那么幸福美满 但如今却因为这些未经证实的留言 而蒙上了阴影 如果你是陈妍希 面对如此多的外界压力和误解 你会选择站出来公开澄清 还是默默忍受 专注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呢 你觉得这些名人在面对婚姻问题时 应该如何处理外界的舆论 摩羯台风是今年台湾面临的最强风暴之一 随着它逐渐靠近台湾东部和南部地区 气象局密切追踪其路径变化 并多次发出防灾警告 据Yahoo新闻报道 摩羯台风的强度已经达到了超强台风的标准 且伴随着异常高温 这对台湾的气候环境产生了重大挑战 专家们担心除了强风和暴雨 持续的高温可能对农业和基础设施带来严重损害 根据中时新闻的报道 台风的路径尚有不确定性 但最可能受到影响的地区包括台湾东部和南部 当地居民已经开始进行防灾准备 政府也加强了台风来临前的紧急应对措施 然而摩羯台风的威胁不仅限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风暴潮 伴随的高温更是加重了此次灾害的复杂性 专家提醒 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不仅会体现在短期内的风雨 更会对台湾的生态和环境造成长期影响 此次摩羯台风登上热搜 不仅因为它的强度和不确定的路径 更因为它凸显了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 气象专家指出 台湾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 而摩羯台风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此次台风真的成为今年最具破坏力的天灾 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来面对未来的挑战 你认为台湾的防灾措施是否足够应对这次的摩羯台风 在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时 我们又该如何加强应对能力 吕正叶 这位台湾新竹市议员 因涉及京华城弊案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该案件源于京华城土地开发过程中涉嫌的不当交易 吕正叶被指控参与了此案中的权力干预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检方指控吕正叶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利用其权力和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使得吕正叶面临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尤其是在积压亭上 案件的最新进展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检方通过展示新的证据 试图证明吕正叶在此案中的深度介入 北检主任检察官将甄域领导的团队主张 吕正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络操控了开发流程 以获取不当的利益 案件审理过程中 吕正叶的辩护律师试图反驳这些指控 强调他在此案中的角色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关键 此案件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不仅仅是因为吕正叶的政治地位 还因为京华城项目涉及大量的经济利益和政商勾结的复杂关系 吕正叶的角色 检方的指控 以及社会各界的质疑 让此案件迅速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公众对案件的关注 实际上也反映了大家对台湾政商界权力关系的高度警惕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 吕正叶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如果检方能够在庭审中提供更多的关键证据 吕正叶将面临更大的法律挑战 然而 如果他能够成功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起案件可能会对未来的台湾政坛产生深远影响 你认为吕正叶是否有可能在未来的审判中脱身 还是检方会掌握更多证据 最终将他定罪 这场案件将会如何改变新竹市乃至台湾的政治生态 Hot Search 5 最近娱乐圈掀起一波关于天后板娘的婚姻风波 这位天后级明星的老公被爆出不仅包养年轻女伴 甚至还逼迫对方堕胎 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据Yahoo新闻的报道 这些指控让人们开始质疑这对夫妻表面上的恩爱形象是否只是掩盖真实问题的假面 事件曝光后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讨论这场豪门婚姻中的种种内幕 甚至开始对这段关系是否能继续维持表示怀疑 TVBS报道指出 这段婚姻中不仅有包养绯闻 还涉及多方复杂的感情纠葛 让这位天后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受到冲击 对于这样的指控 天后尚未公开回应 但舆论的压力已经让这段婚姻站在风口浪尖 随着媒体的深入挖掘 更多的细节和内幕开始浮现 这段婚姻是否真的如外界猜测般危机四伏 还是仅仅是一场误解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次事件登上热搜的原因 不仅是因为主角们的明星光环 更在于豪门婚姻背后的故事 往往牵动着公众的好奇心 人们想知道 这对看似完美的夫妻关系 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见 还是隐藏着更多显为人知的秘密 每个人都在等待 等待着当事人的正式回应 并期望从中一窥豪门婚姻的真实面貌 你认为这次的包养妃文会彻底摧毁这段婚姻吗 还是他们会在公众面前维持婚姻的假象 继续经营这段关系